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老乔在超市里买咖啡时 意外撞见了一名鬼鬼祟祟的男子 为了不打草惊蛇 老乔假装不知道 出门后就立刻呼唤搭档 然而搭档压根就不懂老乔的手语是什么意思 无奈之下老乔只好独自行动 和之前的猜测一样 男子果然是不法分子 幸好老乔及时发现 随着枪声的响起 搭档终于明白了一切 不过无奈的是他只会帮倒忙 好在老乔经常与劫匪对峙 因此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 最终老乔利用周围的环境成功绕后 结束了男子罪恶的一生 搭档醒来后被眼前那一幕吓得呕吐不止 因此短时间内无法工作 女队长凯特无奈只好亲自出马 在搭档恢复前充当老乔的临时助手 其实老乔和凯特以前是情侣 只是没有走到最后 另一边 魔女很快就盯上了一名管道工人 杀死工人后 他再次利用工人的尸体 召唤出了之前登场过的恶魔 不过这种召唤只是暂时的 如果恶魔想要永远待在人间的话 就必须得找到另一颗神秘宝石 而这颗宝石就在老乔身上 得知博物馆遭窃后 老乔立刻赶了过去 之前 魔女画出的法阵意外召唤出了两只妖怪 妖怪看到警察来后 立刻将自己隐藏 以免惹到不必要的麻烦 和其他人不同 老乔一眼就从管外的涂鸦以及地上的法阵上 推测出了这里曾经出现过恶魔的事 然而凯特根本不信 甚至还说老乔是因为劳累过度而导致精神紧张 在凯特的命令下 老乔不得不回家休息 和前几步的设定不同 这两只妖怪其实并没有待在人间的想法 只是因为正法的召唤才不得不出现在这里 现在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回到地狱 躲藏过程中 两妖无意发现了老乔脖子上的宝石 而这颗宝石就是他们开启地狱之门的钥匙 为此两妖决定跟踪老乔 等了很久 两妖终于等到了机会 他们本想趁老乔下车买东西时 搜寻老乔的随身物品 结果却意外抠动了老乔配枪上的扳机 店员听到枪阵后 误将老乔当成了劫匪 对着老乔连开竖枪 好在老乔及时拿出警官证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随后凯特的到来使得老乔彻底习心嫌疑 而两妖子趁着这个机会跑到了别处 回到魔女这边 为了引出老乔 魔女决定绑架老乔的搭档 很快他就出现在了搭档身边 搭档虽然对魔女的神主鬼没而感到恐惧和疑惑 但后来还是在魔女的不断诱惑下迷失了自我 老乔虽然早就和凯特分手 但实际上却一直忘不了凯特 就连睡觉都会勤募资金的呼喊凯特的名字 他这行为使得同居女友非常不爽 为了泄愤 女友偷走了老乔的宝石 两只妖怪在街上流浪时 意外撞上了正在抢劫女士的劫匪 劫匪为了达到目的竟不惜伤害女士 两妖见此竟决定替天行道 帮助女子战胜了劫匪 看样子 这两妖的本性确实不坏 次日老乔接到搭档的求助电话后 立刻赶到了约定的地点 此时的搭档已经变成了魔女的人质 为了搭档的安全 老乔别无选择 出乎意料 魔女竟然是老乔的前前女友 不过两人决裂的很彻底 所以魔女并不会因此就放过老乔 然而令魔女没想到的是 老乔身上竟然没有宝石 难道宝石被他留在了家里 想到这点后 魔女立刻操纵搭档 对老乔展开攻击 由于搭档被剥夺了痛绝 再加上老乔不敢下重手的缘故 两人一时间大得难解难分 关键时刻 老乔突然异能附体 直接将搭档传送到了另一个空间 魔女则趁着老乔分身法术之际 潜入了老乔家 然而没想到 意外碰上了同样在寻找宝石的二妖 双方都以为宝石被对方抢走 因此一见面就大打出手 二妖虽然战斗力一般 但是戏弄人的功夫却是顶尖水平 魔女恼羞成怒 决定哪怕是失去保持的下落 也要干掉这两只妖怪 然而两妖异常灵活 魔女根本抓不到他们 此次失败令恶魔十分不爽 因为他已经给了魔女太多次机会 为了尽快复活 恶魔向魔女下达了最后通牒 如果魔女再次失败 他就只能将魔女送到地狱兽行 为了增加魔女此次行动的成功率 恶魔亲自出手 消耗一部分法力 查到了老乔那颗宝石的下落 宝石在女友身上 对付他魔女绰绰有余 同一时间 女友遇到了送老乔回家的凯特 由于老乔经常在睡梦中呼叫凯特的缘故 女友对凯特没有半点好脸色 尽管凯特一再保证 他和老乔只是朋友 但女友还是因此赌气 离开了这里 可谁知 他刚出门就被魔女逮到 宝石也被魔女一并带走 魔女准备拿女友当恶魔的开胃菜 幸好凯特及时发现 并将这件事告诉了老乔 老乔听后立刻拿起枪朝着魔女追去 在凯特的追问下 老乔不得不坦白有关魔女的事 魔女曾是老乔的女友 但她因为对宗教过分狂热的缘故 导致会时常做一些奇怪的事 甚至还将老乔的阴暗面分离出身体 使其变成恶魔 也就是说 魔女一直试图复活的 其实是老乔的阴暗面 之所以复活恶魔 那是因为她觉得 只有恶魔才有资格当她的男友 如果恶魔成功化为实体 那么老乔就得代替恶魔去地狱受苦 现在祭品和道具都有了 只要再召唤出恶魔 那么一切就会结束 关键时刻 老乔和凯特赶到了这里 魔女剑状立刻使用法术 召唤出了一名强力打手 老乔的攻击 无法对打手造成任何伤害 形势完全是一边倒 绝望之际 老乔突然发现了 身旁的加15史诗台灯 凭借此台灯 老乔成功战胜了打手 原本老乔有机会打断魔女的施法 但没想到她在关键时刻突然心软 想起了魔女曾经对她的好 就这样魔女成功复活了恶魔 而老乔则被转移到了地狱里 就在恶魔准备拿女友开婚时 凯特及时赶到阻止了恶魔 恶魔虽然不怕凯特的枪 但却因为凯特的出现而转移了注意力 使得宝石被躲藏在暗处的二妖拿走 找到机会后 二妖将宝石扔给了凯特 凯特因为老乔之前的讲述 而知晓宝石具有神力 利用神力 凯特成功将魔女和恶魔送到了地狱 还顺手救回了老乔和搭档 这件事过后 老乔和凯特终于复合 又变成了一对 而女友则看上了帮他松绑的搭档 影片结尾 两位善良的妖怪 凭借着宝石的帮助 顺利回到了地狱 马桶妖怪系列到这里就全部完结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奥雷 咱们下次见